这实在是太让人解气了。老者在看到妈妈和吉尔纳竟然恬不知耻地住在阿祖法的帐篷里,而且还堂而皇之地使用着阿祖法的东西时,心中气愤到了极点。 他毅然决然地为阿祖法打抱不平,想夺回那些本就不属于妈妈和吉尔纳的东西。 而在愤怒的情绪驱使下,老者更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来到妈妈以前居住的地方,将妈妈的衣服和毯子统统收集起来,然后一把火点燃。 熊熊烈火燃烧着,仿佛也在宣泄着老者心中对妈妈不公正行为的不满。 那跳跃的火焰仿佛是正义的象征,为阿祖法讨回了一丝公道。 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今天的山区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这也给阿祖法母女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 在摄像小哥到来的时候,阿祖法就已经在搅拌着泥土了。 今日,阿祖法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用石块堆砌一堵墙。 这堵墙的主要作用是防风,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 他深知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毅然决然地开始行动起来。 他四处寻找合适的石块,一块一块地搬运回来,然后再整齐地摆放起来。 摄像小哥也在一旁帮助阿祖法捡拾着石块。 今天,已然是阿祖法来到这片荒野生活的第四天了。 自离开家后,阿祖法的心情始终较为平静,他并没有一直沉浸在被赶出家门的不甘与愤懑之中。 相反,他一直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努力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而拼搏着。 有时候,能让你变得温柔的人,给了你极致的爱,能够让你变得沉默的人,定然给了你极大的伤害。 所以,用离开的方式,是善待自己,离开有些人了,不是他不好,而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让你的状态不好,激起你的脆弱焦躁和不安,而你又无法改变他,所以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而阿祖法也深深地明白,即便心中满是不甘,那又能如何呢? 他清楚地知晓自己,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既然如此,那就选择坦然地接受吧。 生活不会因为他的不甘,而有所改变,唯有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调整心态,才能在这片荒野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路。 尽管阿祖法并不想再去理会康特家里那一地鸡毛的生活,但老者却是一直放心不下,并替他愤愤不平的。 老者昨天又去找妈妈的麻烦了,他在看到妈妈和吉尔纳睡在阿祖法的帐篷里,并盖着阿祖法的毛毯时,他愤怒地对妈妈们表示,阿祖法现在在山里都没有毛毯盖, 他也不让妈妈用阿祖法的东西,并表示,他要把阿祖法的东西都搬到自己家里去。 妈妈一直在极力地阻止老者,并表示这些是他子的东西,他还真是太看得起他的儿子了,连老者都知道东西是阿祖法的,他自己儿子几斤几两不知道吗? 今日,老者毫不避讳地对着康特的妈妈直言道,你儿子在哪里,他比你还要坏,他竟然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保护不了。 从老者的话语中,不难听出老者对康特实在是失望至极的。 从老者今日将摩托车借给康特时所说的话语之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出,老者十分担忧,康特又会因为卡车在半路损坏而耽误寻找阿祖法的宝贵时间。 妈妈始终竭尽全力地阻止老者拿走阿祖法的东西,然而,老者面对康特妈妈这个蛮不讲理的泼妇,似乎也感到束手无策。 最终,老者无奈地选择开车离去。 为了宣泄心中的怒火与怨气,老者静止驾车来到妈妈以前居住的地方,将妈妈家里的衣服和毛毯统统拿了出来,复制一句。 看着老者的这一系列举动,着实令人大感痛快。 可以说,老者此举是在为阿祖法打抱不平。 在见识了妈妈的无耻行径之后,老者对阿祖法更是充满了同情与怜悯。 甚至可以说,他已然完全将阿祖法当作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看待。 阿祖法如今可谓是将悲愤转化为了无穷的力量。 一整天的时间里,他除了偶尔需要照顾一下小女儿之外,其余时间一直在不停地弃着强体。 他全神贯注,仿佛要将所有的情绪都倾注在这一堵墙的建造之中。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已经将墙体堆砌到了半人高。 而今天,阿祖法的餐食居然又是烤肉。 那散发着香气的烤肉,在这荒野之中显得格外诱人。 不知道康特在看到这一幕后,心中会不会有些触动呢? 有众多的网友一直在担忧阿祖法现在所处的地方又会出现土地纠纷问题。 然而,阿祖法现在似乎完全顾不上这些潜在的隐患。 在当下,他一心扑在为自己和女儿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上, 无暇去顾及那些尚未发生的麻烦。 有的时候,或许正如人们所说,不问结果反而能让人一身轻松。 对于阿祖法而言,路的尽头究竟是什么,确实重要, 但在某些时刻,似乎又并不那么重要。 他只专注于眼前的每一步,他不去过分纠结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是勇敢地面对当下,这种豁达的心态令人敬佩。 或许,正是这种不问结果的勇气, 让他在这片荒野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要留下,这种不吭! 等下,这种不吭烧, 我让小刀以后, 我能不吭烧, 在那一啳小刀子里面有一点多 好的, 要不要做这种不吭烈口。 那种不吭烈口感觉, 你们,闵阪烈口感觉, 要不要做这种不吭烈口感觉, 还有这种不吭烈口感觉,